今天我們第一次一起登山 很想說,第一次跟你在外國登山 對,來了三個月才第一次在泰國登山 難道沒有練習太久 好,出發 我現在試著不穿鞋,感覺也不錯 一會兒如果他踢到腳,我就負責抬他登山 好,我們已經在入口迷路了 這裡的路跟香港很不同 有很多陰側的位置 又沒有明顯那些所謂的絲帶路 最糟糕的是什麼呢? 就是連GPS也好像不可以 我們是找不到自己在哪裡 現在明明我們應該是開始了30秒左右 但我們已經不在路上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對,我不認為這是開始點 有什麼比,一開始就走錯路 好笑,這裡的路,其實很多山路都可以讓科大科走到 所以很寬闊,除非是爆林那些路 這條Bottle Beach的Hightlight 就已經聽聞是入門級了 就是一來到這裡 最輕鬆要走的一條路 但已經是... 喂,不行! 我已經動不了了 哇,好滑啊,喂! 沒有穿鞋,沒有看眼鏡,沒有衣服 看我怎麼感覺一下這個帶子 那為什麼你穿褲子呢? 怕我穿褲子穿褲子 另外,就讓我講一下赤足行山的好處 其實在不用鞋去輔助你走路的情況下 可以改善你感受環境的能力 譬如說你遇到凹凸不平的地面 身體都會敏感些 快點傳訊息去其他肌肉做出調整 從而改善你的平衡力 第二點,各位女士打開你的鞋櫃 我想超過九成的鞋都是窄頭鞋 但其實這些鞋會帶來很多痛症 最普通的就是帽子愛翻 而赤足行路就可以讓你的腳趾翻開,回復原狀 所以痛症也會隨時消失 最後一點,想像你的人就像一棵樹一樣 筋生得好,一棵樹就自然可以絕狀成長 同樣道理,有醫學研究顯示 赤足行路可以改善你的腳的健康之餘 還可以改善你的盆骨、膝頭和脊柱的健康 我自己很怕刮傷腳和塗髒腳板底 不過又想享用到赤足的好處 所以最近我入手了這袋赤足鞋 有一定保護性,同時保留腳板感受地面的觸感 最重要是讓腳趾翻開 上Bearfoot.Asia,用這個優惠碼 立即可以用九折買鞋 因為來到之後就是穿flipflop多 flipflop相對的鞋比較薄 現在就穿了這對Adidas公司鞋 這就很三寸 走得很沒有滿足感的原因是 它好像寫了我一個感情 好像突然間甜酸苦辣,你吃不到甜 給你說一次 我覺得你會剪掉 好像搞東西用很厚的condom 但是你的腳出出入入,眸眸眸眸 你都不太知道自己在哪裡 我記得另一個赤腳達人曾經說過 說過 這裡有機會踩到矮路 你踩到矮路,矮路不會跟你客氣 它會上來攻擊你的腳 那就是赤腳行唯一 annoying 地方 我聽人說這裡有centepi centepi就是蜈蜈蜈 因為泰國物種多樣性 真的經常見到奇形怪狀 平時在香港行山見不到的蟲 對 有人說,但是我自己這個就沒有 沒有真的做過 我覺得赤腳行山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究竟是當我們走到現在的路 有樹葉去墊一墊 前面有標記了 那我們是走這條路 好 我們發現是矮路 哇 就是這些矮了 如果看到一條這些路的話 再踩一隻腳過去 真的不行 真的好不適合 我好久沒動過了 還要病 前幾天病了 有一種感覺就是 好像這個島 那些人全部都中了COVID 大家互相交叉感染 有多久沒有過 我想一個月 對上一次行山 有一個月之前 對上一次不是行山 對上一次是車禍現場 對上一次是一個非常驚險的4x4旅程 地陷 因為下雨之後 路程度不好 我們就跟朋友去了一個4x4旅程 結果 如果車陷在那些洞裡 四次 然後到了一個位置 駕駛竟然不成功 然後車就流後 30秒 沒有司機 剛才我們的車就停在這裡 然後流後 流到那裡 好 我就以為自己就快死了 那客人以為自己 那就要裝身在泰國 哇 這邊很美的景 真的好像香港 但這裡 這些石 這些樹 東龍島 對 看一下這個濕了的雕像級 身材 回來了 回來了香港 Hashtag西貢 HKIGGirl Hashtag運動系女生 比堅尼行山 哎呀 我今天有穿比堅尼的 好像脫掉了 哇 在走這裡 是不是 走 走 要穿著 哇 這個是入門級的穿 沒有人相信 因為沒有在入門級 給我的頭暈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幫你Live stream 拍你給蟲子 帶點景觀 Youtube 好暈啊 今早沒怎麼吃的 吃了幾塊水果 我也覺得你挺用 好辛苦 好累啊 好累啊 好辛苦啊 好暈啊 哇 走到半死 才走一個多小時 這個是香港小兒科的路程 原來來到這裡 因為身體狀態不好 所以想射 中間停了十幾次 不過我們還有十五分鐘就到了 給點心機 哇 這次可能是我赤腳走 其中一個單次最長的距離 相反 我穿著這雙鞋 我就是覺得 現在走了一個小時之後 腳趾尖 焗在一起的感覺很嚴重 以前也沒有感覺 因為在香港 特別是女生穿的鞋 鞋頭都很尖 腳要靚 比較靚 然後就不覺得 腳被人困著邊形 現在因為穿得太多 翻轉 回來穿這些鞋 覺得很辛苦 有些迷路 這裡 全部都不 有路啊 其中一個赤足行路的好處 就是可以 calibrate 你身體裡面的電子 雖然這個是有些都市傳聞的感覺 平時我們接觸這麼多 devices 或者 在很多 跟電子絕緣的地方 行人 就是穿著 一些膠的鞋 那 中日有機會 碰上這個 earth 我們身體有機會積聚了 一些電子的不平衡 但每一次 當我們去碰上大自然 碰上土地的時候 就好像 家庭電器那樣 有機會去 地圖 自己 重新一次 全部的性和負的平衡 赤腳走完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 跟它自然 聯繫多了 你有沒有覺得 自己舒服 如果 以上兩個問題 答案都是yes 的話 其實我們就去做 尺腳踩多地 這樣已經夠了 因為那裡產生出來的 開心的康蒙 或者開心的感覺 已經可以改變你身體的氣氛 這段路開始挑戰了 怎樣? 你的腳現在有多痛啊? 都痛啊 特別是那些路 開始多了小顆 沒什麼舒服 我們終於到了 很期待可以踩一些不尖的東西 有人踩到上這些草地 準備感動到哭 咦? 但樣貌上也沒什麼 我要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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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可以走回去的 但是 兩個很難的人 如果是不想走回去 我們要乘船 回去吧 Let's go 我們要跑了 船頭的狗 剛剛跌了NC卡 到船上 事情就是 我把NC卡按出來 那一刻 彈彈了 然後 他幫我悶了水 現在他準備 跌剩一部機 下去了 下個水 然後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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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